最難忘的肯定是在雅電那屆 能夠採訪流場 因為那次其實是他獲得冠軍之後 我是世界上第一個電視台 我們亞視是第一個電視台採訪了他 這是我們去之前 從來沒有想過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其實所有中國運動員 他們一定第一個不論勝負 比賽完之後 第一個採訪一定是留給中央電視台 要找到資料不困難 但要如何篩選過程 要找一些你覺得有用 找一些你覺得胡亂寫 吹水沒有用 現在多是這些 這個年代社交傳媒也多了 1995年那時 Facebook也未出世 Twitter也未出世 但現在很多的新聞 是直接在社交網站 譬如Twitter在美國的記者 我是採訪美國的運動 所以很多的記者 第一時間在Twitter上 反而是放了一些新聞出來 現在有時 Twitter或Facebook 特別是Twitter 我做節目的時候 這裡都要留意很多 這是跟我剛入行時 是最大的分別 有得當然有失 如果先說失的方面 我猜 如果我是做第二行的話 可能我在職業生涯到這一刻為止 在金錢上的匯報可能會大很多 這個我也相當肯定是 至於得的方面 令我多了很多見識 有很多機會出去採訪 這個亦都是從中 令我可以發展到一些 我以前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有的能力 我第一份工作 我剛才說的是 我是桂林教英文的 我一向不喜歡 做一個公開演說 公開講話的人 其實我一直覺得外生 不是這一類人 如果不是因為這份工作 我肯定沒有機會寫一本書 如果不是做這份工作 如果我沒有回來香港的話 那我的中文本來都會爛 可能更加爛 所以其實我覺得 每一件事都有很多方面去看 雖然或者 可能在職業生涯中 我賺的可能會少了 但是我另外得到的也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是不可以 只是從錢 這個標準去衡量 所以有很多得 有失但也有很多得 你如果喜歡這份工作 你做這份工作的話 你是會有一個 自己是會找方法去改善自己的 你不需要別人踢你 這個其實都是 我當初的時候 對這份工作有熱誠 其他人或者不做過的事 因為我想做得更好 我去走多一步 我做多一點 我花多點時間去 花完街的店舖去報 去找資料 找到其他人不去找的資料 只要你願意這樣做的話 遲早一定會有回報的 這是我的看法 我去找資料 找資料 去找資料 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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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